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赛当局表示 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以寻找可能的生还者 目前仍有6至7人失踪 4月10号星期一 马赛当地的搜索行动仍在进行中 周日夜间 马赛海军消防队在BFM电视台上宣布 在废墟中发现了两具尸体 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司法当局将进行身份的识别 有关周日凌晨发生的这起悲剧 检察官多米尼克·劳伦斯于周日下午6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他首先指出 救援人员没有收到8名居住在特沃里街17号大楼中的任何消息 这是第一个倒塌的建筑物 有5名女性被找到 伤势较重 处于相对紧急状态 检察官随后解释说 还有第9名人员可能在附近的建筑物当中 令人不安的是 这次事件中的建筑物并非不适宜居住 在特沃里街17号的建筑物倒塌之前 听到了一声爆炸 虽然目前无法确定第一状建筑物和部分比邻的建筑物倒塌的原因 但是检察官再次重申 涉事建筑物当时是可以居住的状态 当地情况尚未稳定 检察官补充说 搜救犬正在现场寻找生还者 同时海军消防队也在进行搜救行动 并确保不会危及救援人员的安全 俄罗斯周日表示 他摧毁了乌克兰的装甲车和坦克 并且袭击了乌克兰的一个大型燃料设施 而乌克兰表示 他击退了俄罗斯的50多次进攻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周日发布的报告 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继续在多个方向开展军事行动 包括库比扬斯克 莱曼 顿涅茨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 俄军摧毁了许多乌克兰装甲车和坦克 并且袭击了一个库存7000吨燃料的设施和其他乌克兰设备和设施 俄罗斯防空部队还击落了多架无人机 并拦截了美国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炮弹 同一天 乌克兰五中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说 乌克兰军队从包括莱曼和巴赫木特在内的四个方向 击退了50多次俄罗斯的进攻 乌克兰空军还攻击了俄罗斯军队和军事装备的集中区域 弹药库和防空系统阵地并击落了许多俄罗斯无人机 沙特阿博和也门胡塞武装周日在也门首都萨纳举行了直接会谈 以恢复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八年多的致命冲击之后的停火状态 沙特代表团于周六抵达萨纳国际机场 此前 阿曼代表团也于同日抵达 阿曼调解了也门政府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前几轮谈判 调解人的作用在促进谈判和保持双方的良好关系方面一直很关键 沙特代表团和阿曼官员会见了胡塞武装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蒂马沙特 以讨论延长2022年10月结束的停火协议的安排 双方都对阿曼在也门问题上的努力表示感谢 但没有透露会谈的任何具体内容 沙特阿拉伯和阿曼都没有就此次会谈发表官方声明 也门政府官员表示 希望会谈能够取得积极成果 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正式宣布停火 也门的冲突爆发于2014年底 当时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夺取了几个北部城市的控制权 并且迫使沙特支持着也门政府离开首都萨纳 以沙特为首的联盟于2015年干预也门支持也门政府 这场战争导致数万人死亡 400万人流离失所 并将该国推到了饥饿的边缘 联合国一直在努力促成冲突的政治解决 但由于交战各方之间缺乏信任 以及当地持续的暴力之前的尝试都失败了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3年4月9日 印度卡纳塔克邦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班迪普尔老虎保护区参观 据印度快报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9号赴卡纳塔克邦 访问了班迪普尔国家公园的野生虎类动物保护区 并庆祝了印度老虎保育计划实施50周年 莫迪在当日的活动上表示 印度2022年野生老虎数量达到了3167只 较2018年的数据调查增加了200只 过去4年时间涨幅为6.7% 而在2006年 印度的野生老虎只有1411只 与此同时 9号保育区多个原住民群体组织了小规模的抗疫活动 原住民代表称 印度政府采用的野生动物保育策略 受到了美国环保主义者的过度影响 他们简单粗暴地圈地 将林地内生活了多年的原住民直接驱离 当地时间2023年4月8号 德国柏林 人们在伯兰登堡门前抗疫 大喊口号 没有自由 其中许多是居住在柏林的乌克兰人 这次抗疫是对德国各地举行的 传统复活节和平游行的回应 许多和平游行的参与者呼吁进行谈判 以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 而许多乌克兰人 则要求在谈判开始之前 必须首先解放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土地 当地时间2023年4月8日 美国旧金山 日出与加利福尼亚街的海湾大桥对齐 这是一种一年只有两次的日出现象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